在25年前我在总会大会上讲道,我介绍了当时站在我身边的一个活的道具,他就是我的长孙,当时他刚刚获得了亚伦胜绩并且被按纳为执事。 我在那个场合上把握着机会对他讲道接受亚伦胜绩的重要性。 我对我孙说,你和其他年轻人都要逐渐地长大成人,但是对于你们将要承接的这个世界的境况,我并不是很满意。 虽然我们这些年纪教掌的人曾经叱咤风云地影响过这个世界,但是我认为我们令你们失望了, 因为我们任由世界变成现在这样的样子,令你们要面临一种状况,就是很多你们所交往的人都没有接受到要去了解和尊重传统价值的教掌。 因此,你们所受的同齐压力变得更加大,更加极端。 我们将收音机、唱机和电视机带入我们的家中,虽然各种媒体都可以提供有益的娱乐, 但是大部分的节目都只是满足视听上的享受,并不能够启发或者激励年轻人。 事实上,大部分节目的品质都是低劣不堪。 你们自己在家中按一下按扭就可以摧毁你们的内心,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 虽然说事物变来变去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科技就是例外。 我很想问一问阿伦胜迹男青年,知不知道什么是电唱机呢? 不知道什么是电唱机的人,让我告诉你们。 我们以前是要去客厅打开电唱机来听音乐。 想象一下,我们需要去电唱机那里去听音乐,而不是将它带在身上走。 我也曾经教过我孙子泰利有关于旧约弹尔利古士当中的四个教训。 保持身体健康结症。 第二,发展心智变得聪明。 第三,要肛强壮胆。 在充满诱惑的世界中抗拒诱惑。 第四就是信赖主,尤其是你需要祂保护的时候。 我结束的时候,我就对泰利说, 经文里面这些故事永远都不会过时。 你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无论是担任执事, 教师、祭师、传教师、家庭教导教师、 奖内定雅组会长,或者是主召唤你的任何职位, 你都会同样感到振奋。 这些故事教导你要有信心、勇气、同胞之外、自信和仰赖神。 我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 泰利终信感完成了。 我在25年前给他的任务, 他后来接受了麦基萨德的成绩。 忠信感去传道, 现在担任着抢露地亚组的会长。 过去这个四分一世纪以来,事情变了很多。 另外,有一件事就是, 我的孙子女都已经长大成人, 有了自己的子女。 今年夏天, 我的长孙接受他爸爸受予阿伦的成绩的时候, 我有机会站在一圈的圣职持有人当中, 一起按手在他头上。 虽然他今天没有站在我身边, 但我要对他和持有阿伦的所有美好的男青年讲话。 能够接受阿伦的圣职是非常特别的祝福。 历史记载了那个荣耀的日子。 圣职復兴到世上, 令人再次有权利代理神去执行神圣职的教义。 在1829年的4月5日那一日, 奥利佛考得利来到纽约,斯密, 位于宾夕凡尼亚州哈茂莱的家。 奥利佛向先知弱塞斯密询问 有关他所翻译的古代记录《摩尔门经》的事。 奥利佛认同了这个事工的神圣性之后, 同意在完成翻译的过程中担任抄写员。 翻译工作在奥利佛答应担任抄写员之后, 进展迅速。 到了1829年的5月15日, 约瑟和奥利佛已经翻译到尼非三书。 復活的救主造访西半球的历史和洗礼的教导, 令他们感到非常兴奋。 当他们去读尼非三书的时候, 心里开始对洗礼的教义感到好奇, 哪一种洗礼方式才是正确的呢? 哪一个又有权柄去执行这项神圣的拯救教义呢? 他们想找出这个基本教义问题的答案。 他们决定透过祈祷去寻求。 于是他们到附近苏克含纳河边的一个地方, 真心诚意地祈祷。 结果, 朱天向他们开启。 有位天使出现了, 介绍他自己就是施洗约翰, 又说比喻塞和奥利佛知道, 他是持有更高级性职的彼得、 雅各和约翰的指示下行事。 他将手放在他们头上说:"我的同工伯人们,奉尼塞亚的名, 我将阿伦的圣迹授予给你们。 这圣迹持有天使的师座, 悔改的福音和为罪赦免的浸没洗你的权药。 这圣迹缺绝不再从地上取走, 直到利未的儿子再在正义中向主献祭。 后来奥利佛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这样说。 但是,想一想,再想一想, 当我们在他手下接受神圣迹, 我们心中充满何等的快乐, 而且又必然是怀着何等的惊讶和屈失。 数世纪以来,很多世人一直在等待神復兴他的权柄, 神圣的阿伦圣迹的权利和荣耀终于重回世上。 我们由《教义和圣约》第107篇 得知较少的圣迹被称为阿伦圣迹的原因。 第二种圣迹称为阿伦圣迹, 因为那时受予阿伦及其后裔, 编辑他们的各个世代。 这圣迹之所以称为较少圣迹, 是因其附属于较大或麦基尔特的圣迹, 有能力主理外在的教义, 较少或阿伦圣迹的能力和权柄, 遵照圣迹和戒命是持有天使师座的权柄, 主理外在的教义, 福音的条文为赦罪的悔改洗礼。 阿伦圣迹的男青年, 不但获得了能力和权柄, 去履行圣迹的职责, 成为主的代理人, 还获得了天使师座的权柄。 阿伦圣迹,男青年, 我要向你们作见证, 主受庄严圣迹的约束, 必须按照你们的忠信程度 来祝福你们的生活。 只要你们留意圣灵警告的声音, 愿意听从祂的指示, 你们就会得到天使师座的祝福。 这个祝福将为你们的生活加添智慧、 知识、能力和荣耀。 这是主允许给你们的一个确定的祝福。 几个月前, 我有机会参加一个知会的禁食见证聚会。 有一位阿伦圣迹的顾问站起来做见证。 他的见证令我重新体现到持有天使师座的权柄 对于一个阿伦圣迹持有人的心愿意义。 这个顾问说起了当日早上 他和知会阿伦圣迹弟兄一起的一些经验。 他在去教堂的路上看到两个年轻的执事, 拿着禁食捐献袋到教会成员家。 他们穿着着星期日的标准服装, 以慎重的态度履行他们的任务, 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之后他陪这两位祭司到一间专门给身心障碍的 弟兄住宿舍去主理圣餐。 这两位男青年是第一次到这间宿舍。 这个顾问注意到他们是用功敬和关怀的态度 去履行他们的圣职任务。 之后,顾问简短地分享了一个令他深受感动的经验, 因为有一个祭司提醒了他身为耶稣基督真正的代理人, 也就是师座天使的实质意义。 这位年轻的祭司在传递水给会众的时候, 来到一个看来患有严重唐士综合症的男人的面前。 这个人身体的状况, 无法由水盘上领取圣餐杯来喝。 这位年轻的祭司立刻按当时的情形做出反应, 他将左手放在那个人的头后面, 令他可以坐在那里喝水, 再用右手拿起一杯水, 慢慢地、轻轻地倒入那个人的嘴里。 那个人的面上露出了感谢的表情。 那是一个对帮助其他人所流露的神情。 各位优秀的年轻祭司继续旅行他的任务, 将祝福过的水传递给在座的其他教会成员领用。 这位顾问在见证中说到那一刻他内心的感动。 他说他静静地流出了很喜悦的泪水。 知道有这样的年轻, 有爱心和服从的阿伦职持有人, 教会的前景将会大大不同, 不需要担心。 给我一个道德清白, 终实出席教会聚会的男青年。 给我一个光大圣职, 赢得对神进职奖, 而且成为英级同志军的男青年。 给我一个由福音进修班毕业, 对摩尔门经有火热见证的男青年。 给我这样一个男青年。 那我就可以给你一个在全教和一生中为主行奇迹的青年。 这就是彭孙太福会长曾经说过的说话。 这些结出男女青年的各位父母, 我们要给你们一个神圣的责任, 就是要教导你们的儿女明白神圣职的教义。 你们的儿女必须从小学习拥有主的永恒圣职所带来的祝福。 亦都要明白, 知道他们应该如何做才能够配清得到这些祝福。 各位主教, 你们持有的圣职权柄可以主领阿伦圣职男青年。 你们要在议会中和他们坐下, 教他们明白他们的职责。 一定要确定每个配清接受阿伦圣职的男青年, 都了解身为圣职持有人的义务和祝福。 协助他们现在就学习光大圣职, 给他们重要的任务, 协助他们为人服务, 施助其他人。 男青年, 我鼓励你们, 要将生活建立在真理和正义的基础之上。 这是唯一能够抵挡人生种种压力, 令你们能够持守到永恒的基础。 你们所持有的圣职是很特别的恩赐, 因为给你们这个恩赐的是主。 你们要运用祂, 光大祂, 配清拥有祂。 我要你们知道我个人对这个圣职的能力有特别的见证。 祂在我生活的很多方面都造福了我。 我亦都要在这里鼓励你们, 今天就要下定决心, 干扰这个伟大的祝福。 准备好晋升亚伦圣职的执事、 教师、祭司各项职位。 要将自己准备好, 接受麦基西德圣职的伟大祝福。 这就是你们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以前必须配清接受的。 主, 需要你们做好为祂服务的准备, 尤其是准备好承担向世人宣讲祂福音的重大责任。 我应许你们, 只要你们做好准备, 接受祂的神圣职, 祂就会确实地将祝福倾住在你们头上。 我向你们留下这个见证, 奉我们的主和救主, 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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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